北京这一夜女性们风情万种正是好看 女性虽然不多 但她们个个精心打扮 在珠宝的衬托下 或是妩媚或是性感 于风情万种间释放女人魅力 有网友看完后连连感叹 看得是津津有味 网友们能够欣赏到女性们风情万种的美 这还要感谢这家于1884年在罗马创立的品牌 在全球很有名气也很有实力 3月23日晚是这个品牌 75周年传世蜕变珍藏艺术展的开幕盛典 所以就邀请了以刘亦菲领衔的众多明星来出席盛会 魏毛会说刘亦菲是领衔 其实理由很简单 因为刘亦菲是这个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是的 你没有看错 就是全球 不仅仅只是咱们中国 所以神仙姐姐的市场价值和影响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除了刘亦菲之外 佟丽娅 张嘉妮 文琪 王菊等众多女星也来到了现场 尽情的释放自己的女人魅力 话不多说 这次皮妹就带大家一起走进宝格丽的这一眼 体会一下乱花剑玉迷人眼的感觉 看待女星们究竟有多好看 第五位 文琪 文琪是中国台湾女演员 原名叫陈文琪 是一位00后2003年出生的美女 今年才仅仅19岁 这小姐姐虽然出生在中国台湾 但实际上她4岁都来到了内地生活 目前她的父母都定居在俗州 她虽然在圈内的名气不大 但却是同性出生 从10岁开始 她就踏进了演艺圈 14岁拿下金马奖 成为新晋小影后 影后的头衔固然很有分量 但现实中的她却是不温不火 因为她在8岁那年 获得过新思路少儿模特大赛的冠军 所以她的形体一直都很惊艳 有演技 有颜值 有身材 也很年轻 或许宝格丽正是看中了她这一点 才邀请她担任了该品牌的代言人 作为昨天晚上最年轻的品牌代言人 文琪的亮相的确很惊艳 一身黑色性感 镂空挂过裙 露出大长腿 极保守又性感 这套晚礼服不仅凸显了她的直角尖 而且还勾勒出了她完美的身材曲线 整体看上去很干练 也很野性 在妆容上 文琪精致的淡妆 也很符合她的年纪 不要艳也不做作 而这实际上也是她一贯的风格 私下的文琪很低调 也不炒作 在圈子里也没有太多的绯闻传出 是一位很不错的青年演员 当晚有趣的是 这小姐姐见到刘依飞后 完全成了刘依飞的小名妹 不管刘依飞走到哪里 文琪的眼神一直在注视着她 那眼神 那微笑 以及抬头看神仙姐姐的整个表情 有崇拜 有羡慕 也有痴迷 果然是应了那句话 美女更爱欣赏美女 第四位 王菊 王菊是上海美女 也是一名90后 在圈内的名气不大 几乎没有太多的人知晓她 她从小学习舞蹈 但在15岁那年 因为异常事故 身上打了一些激素 结果在药物副作用下 导致她的身材严重走样 为此她不得不放弃一考 最终考进了上海师范大学 学习艺术教育 大学毕业以后 这姐姐因为身材和专业的限制 并没有进入到娱乐圈 而是从事小学教育方面的工作 之后她还做过培训师 互联网猎头等工作 直到2018年 她以踢馆选手的身份参加了创造101 这才算是以歌手的身份 踏进了娱乐圈 宝格丽这一夜 王菊也盛装出席了晚会 一身黑色高开插露肩连衣裙 看起来很大气又很成熟 凭心而论 王菊算不上精致的美人 从她的长相来看 甚至说长得有点着急 长相和她的年纪不太符合 再加上她健壮的身材 所以才仅仅31岁的王菊 看上去愣是有40岁的年纪 尤其是她昨晚上的这身穿扮 露出香肩 显得她整个人很壮实 胳膊很粗 背部也很雄厚 弯腰的时候 还有小肚腩 总之就是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壮 很有力量感 不过王菊的这身装扮也有好的一面 从她的肤色来看 小麦色看起来很健康 虽然身材偏胖 但却浑身充满着自信 尤其是她笑起来的时候 女人味很浓 也很迷人 从她身上能诠释出一种欧美女人的性感 第三位 佟丽娅 佟丽娅是80后女演员 今年刚好40岁 正是一个女人最有韵味的年纪 她是标准的新疆美人 西域美人能歌善舞 而佟丽娅在这方面也的确很擅长 尤其是舞蹈方面更是她的强项 和陈思诚离婚后 佟丽娅的状态不但没有下降 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好 演戏 主持 唱歌等方方面面 齐头并精 事业做得顺风顺水 如今的佟丽娅 人到中年 身材保持得很好 不胖不瘦的身材 一切都刚刚好 颜值也同样在线 昨晚上的佟丽娅 一身黑丝绒长裙亮相 既端庄大气 又凸显成熟女人韵味 尤其是在珠宝的衬托下 佟丽娅将头发挽起 露出一脸迷人的笑容 显得她优雅又高贵 这身黑色绒长裙 很保守 没外露 也没有露出她那标志性的大长腿 但整体看起来 就是让人很舒服 不过 这身丸礼服也有亮点 不仅突出了她的肩颈线条 而且还完美的勾勒出了 她的腰部曲线 镜头拉远看 佟丽娅既有成熟女人的韵味 还很性感撩人 即便是在深途下 佟丽娅的颜值依然奈大 从脸上几乎找不出任何瑕疵 甚至连个小小的皱纹都没有 尤其是她笑起来的样子 露出一对浅浅的小酒窝 很迷人又可爱 更重要的是 给人的感觉很舒服 如今看来 离开陈思诚绝对是一种幸运 至少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卑微 而一心搞失业的佟丽娅 不仅越来越有女人为了 而且状态也好地让人如沐春风 第二位 张佳妮 这两天 陆瑶的人生之路正在热播中 而剧中就有张佳妮的身影 她在剧中饰演的是黄亚萍 黄亚萍这个角色很有个性 她既是一个热烈的浪漫主义者 又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女性 更是开在平级土壤上的理想之花 张佳妮在剧中的演绎 很精彩 人物角色演绎的也很到位 算得上一位颜值和才华并存的美女演员 这姐姐是一位标准的穿妹子 出身很普通 但即便如此 家里也给了她最优的教育 七岁开始学习舞蹈 九岁就去了北京系统的学习 但因为心中一直有个演员梦 最终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的高职班 毕业以后 张佳妮靠着又见一连优梦中的汪子凌一绝 而成功踏进演艺圈 并得到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在演艺圈 她是颜值和实力并存的最美天后 但在感情上 她却和佟丽亚也一样 过得很是卑微 表面上看她是嫁进了豪门 但实际上不仅没有得到公婆的认可 而且她老公还经常绯闻不断 不过张佳妮似乎不是很在意 一心在搞自己的事业 在她看来 女人只有靠自己获得经济独立 才能活得更潇洒自由 昨晚上张佳妮很是放得开 状态也很好 一件牛仔蓝背心 搭配同色长裙 显得整个人极性感又很有活力 她的穿着很大胆 美艳十足 性感又撩人 特别是上半身 张佳妮把性感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见她尚未异常丰满 优美的天鹅景 纤细的药布 烈焰红唇 飘飘长发 极具女人味 都说35岁生过孩子的女人最敢穿 杨幂如此 杨颖如此 张佳妮同样如此 这样的状态很难让她和孩他妈相联系 镜头拉近看 张佳妮颜值依然奈打 脸上虽然有点眼带和法令纹 但这恰恰释放了这个年龄段该有的女人味 不得不说 这姐姐的身材实在好看 即使和柳妮比 她也丝毫不会落下风 尤其是她说话时 那表情动作很妩媚 也很迷人 这状态真是罪人啊 第一位 刘一飞 刘一飞最近很活跃 影视剧不断 各种商业活动也是不间断 前不久一个很随意的穿搭 就引发了众人的热议 穿上牛仔裤的神仙姐姐 有网友吐槽她屯形有点糟糕 看起来不够完美 也暴露出了她身材又短板 但也有网友却不这么认为 他们觉得穿上修身衣服的刘一飞 反而显得身材很接地气 也很真实 事实上 皮妹也觉得刘一飞很真实 出道这么多年以来 不炒作 不做作 是圈内少有的干净艺人 这姐姐和杨幂 张嘉妮等女星 几乎算是同龄 但她一出道就是巅峰 靠着白秀珠 小龙女 王雨嫣等角色 一夜火遍了大江南北 同时她颜值高 妻之家 还被观众封为最美的神仙姐姐 她是虎扑女神的冠军 清纯灵气 气质独特 身上有一种典型的江南女子的气质 也是最有仙气的女演员 这姐姐表面上看很高贵 但实际上四下的她 很随和 也很接地气 感觉就像身边的林家女孩一样亲切 同时 她身上还有那种点到为止的艳 不可放物的美 尤其是穿上古装 更颇有几分古典韵味 所以 这姐姐的商业价值很大 代言的产品也很多 这次活动 刘一飞也是压轴出场 一身身V长裙 上半身选择了黑色 下半身是黑灰条纹包臀长裙 刘一飞的身材没得说 该肉的地方肉 该瘦的地方瘦 没有刻意地去凹造型 也很符合现实生活中的美 这身装扮 刘一飞穿在身上 显得整个人又高又瘦 皮肤白嫩 烈焰红唇 再配上她波浪大卷发 浑身散发着很浓的女人味 尤其是她的包臀裙 看起来既有肉感又很性感 有人说这身包臀裙 显得她的腰臀很肥大 还有的说 后面的臀部还有点太扁 称刘一飞不适合这种贴身的衣服 甚至还有人说她有小肚男 但皮妹觉得 有肉的身材 才是真正正常人的体型 也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美 相比于那些刻意追求白又瘦的女星 刘一飞的身材 才是真正健康的美 也是最接地气的美 整体看下来 这身穿着显得刘一飞漂亮 有韵味 还珠圆玉润 看着舒服 比那些瘦成排骨架 搓衣板的女星好看多了 所以你看在后台 脸蛋精致 身材高挑的刘一飞 从重心中路过时 很多双眼睛盯着她都不带眨眼的 神仙姐姐的名号真不是白叫的 难怪她刚一场就引人尖叫 像是真的有仙女从天而降一样 文奇看她更是被她的独特气质 深深地吸引住了 总之就是 刘一飞的女人魅力 不仅仅只是体现在她的美丽和时尚上 更体现在她的内涵和品质上 这一夜 神仙姐姐绝对美绝了 艳涯群峰 另外 出席该活动的还有一些男星 杨杨一身黑色休闲西装 净显男人绅士 同时在珠宝的点缀下 还有一种贵公子的拍头 活动的最后 所有的在场人员还拍了大合照 作为全球代言人的刘一飞 稳稳地坐在C位 彰显自己的江湖地位 而佟丽娅和张佳妮 分别坐在两侧 虽然活动上明星的数目并不是很多 但他们风情万种间 已经完美地释放了自己魅力 朱军 你怎么看